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网络是叫做NIN 叫做Networking Network 或者叫做网络中的网络 这个网络现在用的不多 几乎很少被用到 但是它里面有提出了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在之后我们很多网络都会被持续的用到 所以我们今天来先来讲这一个网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AlexNet和VGG的时候 都在最后面用了比较大的卷积层 在VGG和AlexNet都是一样的 用了两个4096的全联阶层不是卷积层 最后通过一个全联阶层作为输出 我们之前有讲到说 这些全联阶层其实是特别占用你的参数的空间 就是说基本上你这个网络里面 你所有的参数都在那个全联阶层 我们在之前也算过这个每一个全联阶层 它用的参数的比例 它最重要的问题是说它会带来过敏额 好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假设我是用卷积层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的参数的个数是你的输入的通道数 乘以你的输出的通道数 再乘以你的那个窗口的高核宽 假设你就是K的话就是K的平方 但是你是全联阶层呢 那就是你的输入的整个你输入的像素 就是你的输入的通道乘以你的输入的高核宽 在乘以你的输出里面所有的像素 也就是说你的输出的通道乘以你的高核宽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在卷积层的最后一层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一乘一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七乘七的一个高宽 然后还有一个通道数 那么它其实是比较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是卷积层后的第一个全联阶层的参数 如果是LearnNet的话 那就是16乘5乘5再乘120 120是你的输出的隐藏层量大小 16是你的最后一个卷积层的输出的通道数 5乘5就是你把那个高宽压到了5乘5 它还好了就是48K 但是你去看AlexNet AlexNet是你的最后一个卷积层的输出是256的通道 然后乘5乘5 然后乘4096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就是26兆 但是对VGG来说这个就更明显了 VGG它的通道数变成了512 同时它只压缩到了7乘7 然后再乘4096 那就是100兆的整个参数 所以你会基本上会发现说VGG 它确实它的占用空间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去看内存的话 VGG我记得应该是占用到 差不多700兆的内存的样子 而且几乎是你可以认为 大头就是在卷积层之后的第一个全连接层 这个不仅带来大量的参数 参数会带来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说你要用很多的内存 第二个是说你会占用很多的计算带宽 我们当然会在之后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硬件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但是你可以认为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举阵乘法 其实是你根本就不是被你的计算给你被 Dominate 的就是被几乎是被你的去不断的去访问你的内存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它会很容易过拟合 你想这里有1亿个参数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容易那一层就会把你的整个收敛 你会发现收敛特别快 然后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你要做大量的政策化 使得你不要要这一层把你所有东西都学掉了 OK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NIN的思想是说 我就完全不要全连接层 大家知道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工作叫做 MLP mix 就是说我全的我的 MLP就是多层感知机又可以替代CN了 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它跟NIN当年的思想是一样的 只是说NIN是说你全连接层不是很好 所以我用卷积层来替代掉 就不要全连接层了 现在是说我要告诉你说全连接层不行 不是全连接层不行 是卷积神经网络不行 我还是可以用我的全连接层 我还是可以用我的全连接层 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回事 所以 NIN里面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NIN块 就是你知道VGG也VGG块到后面的那些网络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那个局部的卷积神经网络架构 就是你整个网络的那个块状形状 就NIN块是长这样子的 它首先有一个卷积层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卷积层 然后你的接下来你跟了两个全连接层 我们知道是说一层一的卷积层可以等加是一个全连接层 所以它这里用的就是一层一的卷积层 具体来说它用的是两个一层一的卷积层 就是你的那个窗口的大小是一层一 这里不符为一无填充输入的形状 那就跟卷积层的输出的输入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不会改变你的输入的形状 然后它也不会改变你的通道数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认为是说 这两个一层一的卷积层 其实是当做全连接层来用的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说 对于每个通道数帮你做一些混合 这个图是我们之前讲一层一的卷积层的时候 讲过一个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块 这个块可以认为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卷积层网络 就是我一个卷积层再加两个全连接层 唯一不同的是说我们这里全连接层 是对每一个像素作为全连接 所以它就不会根据你到底输入的高宽是什么样子 因为对每个高宽每个像素 我的全连接层那个权重就是一样的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按照输入像素主义去做的全连接层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然后它的整体架构就是说它就没有全连接层了 它就交替使用NIN块和不符为二的最大齿化层 我们知道最大齿化层就是帮你的高宽减半 最后通过全局的平均齿化层得到输出 就所谓的全局齿化层就是说我的那个齿化层的那个高宽 是等于你那个输入的高宽 就等于是说对每一个通道我把你那个最大的值给拿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的输啊我们得到类似1000类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你的最后的全局齿化层它的输入的通道数是1000的话 那么就是说对每一个通道他拿出一个值 我们就把这个值当做这个类别的预测 再加个Soft Max就会得到我们的概率啊 就是说最后的最后它也不需要使用啊 那个确定阶层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设计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它长是长这个样子啊 首先说你这个是啊VGG啊 VGG的块就是你可以知道是一堆三乘三的卷积 再加上一个Pooling MaxPooling 就NIN的话呢就是一个卷积加两个当做全连接用的一乘一的卷积 然后你的VGG就是说你我应该是这里就四个VGG的块 再加上两个大的全连接层 啊就是MLP最后得到我的输出的类是一千类 就是你一个输出通道啊输出数为一千的一个全连接层 那么NIN呢 NIN就是一个更简单的网络了就是说它就是一个NIN块 再加上一个啊不符为二的一个最大词化生 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最后 最后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我把它的通道 数设成啊我要的分类的啊个数的话 那么最后也我也不需要最后这个啊全连接层 我直接用啊全局的平均齿化生来得到我的输出 对每一个类的预测啊这就是NIN架构干的事情 OK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就是说 它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叫NIN块的东西 就是说是每一个卷积层后面加上了两个一乘一的卷积层当全连接层用 啊或者就是说对每个像素增加了非线性性 对每个像素它的那个通道数做全连接层 然后是一个非线性来线 因为它有两层啊最后是说你使用一个啊全局的平均齿化生来替代 在VGG和Alex那的全连接层 全局齿化生也是啊因为它比较狠嘛就是它没有参数可以学的 所以它也不需要去选一个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全连接层 所以好处是它不那么个人容易理合有更少的参数的个数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NIN它架构比较简单啊就是 NIN block加上max pooling一直到最后一个全局的平均齿化生 而且它的通道它的参数个数非常少 是因为你没有整个就没有全连接层 不管你的类别数有多大我都是它都没什么太多关系 OK这就是NIN这个网络